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广东的湛江 这里是湛江汽车南站 准备从这边坐大巴车去广东的茂名 其实湛江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好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滨城市 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 但是他这里没有绿皮火车直达茂名 所以只能选择坐大巴车 前方的就是湛江火车站的 我坐这个汽车 我已经买了票了 谢谢你 这边生意也是很差的 刚刚我在这边住了一个旅店嘛 她说现在能够 陆中里有40%以上都是烧高香的 我刚刚已经是买好票了 票价44块钱 时间好像是两个小时吧 我做的是最早的一趟 早上10点40 他这里的营业时间是早上6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 这边坐车的也是寥寥无几啊 在这等等 车还没来了 一共包括我三个人 没办法 就这档车了 就这档车了 再来了 出发了 带大家看一看湛江的城市建设 还是非常气派的 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海滨城市 高楼大厂 这个楼盘呢都是非常的新啊 而且城市绿花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湛江怪不得很多的北方人啊 都喜欢来这里定居了 一个人 住在这城市 为了填饱独自就已经 还谈什么理想 那是我们的美梦 梦醒后 还是依然 奔波 在风雨的街头 有时候想哭就把泪 眼睛一腔热血的胸口 公车上 我睡过了车站 一路上 我望着霓虹的北京 我的理想 把我丢在这个 拥挤的人潮 这窗外 已经是 一片白雪茫茫 有一个 四季 在轮回 而我一无所谓的 坐在街头 已经到达 茂名了 茂名的城市建设也是非常的气派 城市绿化很多 但就是电动车有点多 他这里的小区楼盘也是 见得非常漂亮 这前方的就是茂名火车站的 这前方的就是茂名火车站的 刚刚的已经是走高速44块钱从战江到达了茂名的汽车站 运行的时间是 两小时44分钟 大家觉得这个时间怎么样 你们又明白 就会一些 订阅